中国空间站的建成将为我们开展 包括航天员联合飞行在内的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提供更好的平台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向我们提出了这方面的意愿 在航天员选拔训练方面也已经开展了合作 比如中国航天员曾赴俄罗斯参加训练 本次任务乘组中的航天员叶光复 也曾于2016年参加过欧洲组织的洞穴实验 欧洲航天员也曾于2017年参加过中国组织的海上救生训练 对于其他国家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 展开国际合作 我们持欢迎太多 相信在中国空间站完成建造 进入运营与应用发展阶段后 大家将会看到 有其他国家的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